焦点话题 关注新闻焦点 解析话题观念 欢迎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优势焦点话题 我是张志斌 台湾去年11月9合1大选 执政的民进党遭到重挫 行政院长赖清德于日前率内阁总辞 新任的院长苏贞昌随后也于14号周一 率领新内阁的阁员宣誓就职 苏贞昌以行动力强著称 有个外号叫冲冲冲 蔡英文政府希望能够借由苏贞昌和他的团队 让人民真正感受到改变 但是这一次的内阁总辞与任命案 却遭到外界许多的质疑 苏贞昌早在陈水扁执政的时期 就已经当过行政院长 加上在去年大选时 违背了自己早先的承诺 参选新北市市长并且落选 而除了苏贞昌以外 新任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以及交通部长林嘉龙 也分别在去年的高雄市长 与台中市长的选战当中落败 而除了他们三人以外 几乎所有的内阁成员 都是原本赖清德时代的部会首长 绝大多数都是直接留任 少数则是副首胜任 当中更有一位教育部长潘文忠 是在去年台大校长管忠明任命争议期间辞职的教育部长 在这一次的新内阁当中又再一次的回锅了 因此引发了外界的议论 认为内阁总词只是虚应故事 新人士不但完全没有新意 甚至还有不少争议 自从1949年国民政府牵台至今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由国民党执政 而民进党长期抨击国民党的一大重点 就是论资排辈 老人掌权 施政缺乏心意 因此当民进党的陈水扁 于2000年当选总统之后 支持者就纷纷对他寄予厚望 希望能够在政坛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 而当时的民进党也的确不负众望 党外时期开疆辟土的美丽岛世代 几乎都退居了二线 像是陈水扁 苏贞昌等所谓的律师团世代全面的接班 1989年前后崛起的学运世代 例如陈其脉 林家龙 以及陈水扁的中央幕僚 罗文嘉 马永诚等人 也都开始在中央与地方历练 相对于国民党 当时的民进党的确让人觉得 有活力 有心意 然而时至今日 当年的学运时代也都年过半百 但是党内却缺乏 拥有足够能力 资历与声望的新一代接班梯队 每当重大选举来临的时候 党内尽管仍然保有群雄并起的风格 但是重要职务的候选人 似乎还是局限于一些老面孔 外界开始认为 民进党也跟国民党一样 陷入了停滞的困局 人才培养无法衔接 而原本人人勇于发言 重大议题 容许百花齐放的风格呢 曾几何时 也渐渐地被歌功颂德式的官僚习气所取代了 虽然民进党在各项选举当中仍然不时地有所斩获 但多半局限于民意代表 行政首长特别是中央部会首长的人才依旧是相当缺乏 加上民进党始终不信任 长期由国民党政府所塑造乃至于培养出来的文官体系 因此除了极少数在绿营执政之后表态的高阶文官之外 民进党政府对于公务员体系出来的常任文官多半不会重用 也没有打算择优培养 取而代之的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学术界或民意代表当中找人才 但是会做研究未必会管理 会监督政府更未必有执行的实际能力 再加上不时还会出现一些意识形态所引起的政治争议 这使得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内阁部会首长更迭频繁 能够真正熟悉业务并且做出绩效来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内阁总辞之后几乎全体留任 实在是因为党内足以在此刻稳定局势 立刻上手的人才已经所胜无几 蔡英文政府宁愿受到新贫旧酒 换汤不换药等等批评 也不得不大量的留又救人 一方面可以避免新人上阵学习摸索期间 可能会产生的错误 乃至于留给在野党攻击的画柄 影响到2020年的大选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重新布局 将党内已经为数不多的潜力股 留待2020年的大选再推出 除了内阁总辞以外 最近在台湾还有一件饱受争议的人事案 那就是曾经为蔡英文担任翻译 被外界称为口一哥的赵一祥 奉派出任驻华府代表处的政治组组长 尽管赵一祥曾任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副主任 任命之前更是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办公室主任 但是他还是被批评为破坏外交文官任用的体制 撇开政治组组长到底属于常任文官 还是可以有政治任命的争议 或者他个人的能力不提 蔡英文政府坚持要任用赵一祥 其实也正凸显出前面提到的 民进党对既有文官体系不信任 同时又急于拔着培养新生代的迫切心情 公务人员特别是外交人员的养成训练 很重视国家认同和忠诚 而这正是民进党与一手建立文官体系的 国民党最大的争议点 民进党不信任外交系统出身的官员 希望在驻美办事处安排自己信任的 能够准确表达层峰想法的人 顺便也加快培养外交体系自己人的速度 我觉得不但可以理解 甚至可以说是蔡政府乃至于民进党不得不然的事 至于是否破坏惯例体制甚至国家的法律呢 就不是民进党当局在意的事情了 毕竟台湾虽然实施了民主政事几十年 但重视意识形态甚至甚于法治和制度重要性的选民 仍然是大有人在 而对民进党而言 早日突破后继无人的困境 打赢下一场选战继续执政 这比起民众的观感好坏 或者是破坏体制与否呢 可以说重要的多了 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关注新闻焦点 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YouChannel焦点话题